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上海之旅 其实我有很多餐厅都想去试食 然后再介绍给大家 不过外于时间关系 所以很多餐厅结果都没去到 譬如今天介绍的餐厅就是其中之一 这间餐厅本身都一直在我 上海之行的行程表上面 但比我临出发去上海之前留意到一宗新闻 就是它的深圳分店直障害业 为了可以跟大家介绍更多上海独特的餐厅 所以唯有忍痛在行程表上面 将这间餐厅停除了 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它的深圳分店终于害业了 所以那天我就和啤啤第一时间 上去和大家试食一下 谁知一试我就发觉我很喜欢这间餐厅 于是隔了一天是31号 约了另一位朋友再上去吃多一次 不过在这里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看完我今集的介绍之后 真的想去吃这间餐厅的话 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排好内队 因为这间餐厅虽然在上海已经有8间分店 但它的平均排队时间仍然需要足足3个小时 它的深圳分店当然不例外 而且它是没得用美美不用等提早拿丑 你是需要亲自过来拿 为什么我可以短短3天内吃到两次呢? 其实这间餐厅每日到下午3点半就会开始派晚饭的丑 而且跟其他大排长龙的餐厅一样 过了龙将丑都不会作废 回回去只要排多几张桌就可以入得 所以两次我都是下午3点半就来拿丑了 不过都已经见识到这间餐厅的受欢迎程度 因为我星期日3点到5去到 已经见到有20人在排队 而当我6点回去吃的时候 听到刚刚拿丑的人问大约要排多久 门口的staff就跟他说大约要排3个小时 由此可见这间餐厅真是好受欢迎 这间餐厅就是位于平安中心里面 在我上次介绍过的鹿岭记隔离 主打干节菜的桂满龙啦 桂满龙之所以感受欢迎 正如我这段片的标题所说 进来吃东西你真是好像穿越了宋朝一样 而刚才提及到他在上海有8间分店 但是8间分店都有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主题代表着不同的装修风格 所以令到很多上海人会每间分店都试云 欣赏他不同分店的装修 深圳分店同样都有一个主题 西湖船燕 叫得船燕餐厅里面真是会有好几个船 不过这样都未到最屈肌 桂满龙最屈肌的地方是 他直接在餐厅里面起了整条河出来 刚才所说的船就是排在这条河上 更屈肌的是这些船并不是纯粹装饰 其实这些船就是一间间VIP房 直接可以给人在里面吃饭 不过一些staff就跟我们说 因为还有少许问题未解决 所以船暂时未开放 之前看过有些报导 他说深圳分店由设计到装修 足足用了15个月的时间 可见桂满龙是一间主打装修的餐厅 而其实除了一条河和一些船之外 餐厅里面还有无数那么多的细节位 都会令你感觉好像入了时光隧道一样 回到古代吃饭 细节就不介绍那么多 又或者留给大家自己去慢慢发掘和欣赏 不过我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想来吃桂满龙的话 最好选择夜晚来吃 因为每晚6点半到8点半这段时间 都会有琵琶表演 弹奏一些好像小时候 经常玩的仙剑又者牵缘剑的背景音乐 我来吃那两天都很好幸 刚刚就坐正在探琵琶那个女孩 旁边那两张桌那里 一路吃饭一路看着那个女孩探琵琶 就令到整餐饭更加有意境了 桂满龙的环境就大致上介绍完 接着来就要讲讲她的食物 不过在讲食物之前 先来讲讲她的落单方法 桂满龙建议的落单方法 是先在门口scan & scan这个QR Code 用电话来预先点菜 进去之后再scan & scan桌面上的QR Code 来做最后的落单确认 当然我们亦都可以復古少少 问stuff拿回一个hard copy的menu 正常她只会给一张只做的颓版menu给你 不过我们之前有做过功课 知道桂满龙还有这一款 好像一个卷熟的menu 所以我们就问问stuff借来看看 而桂满龙这么多样食物之中 最招牌亦都是最多人叫的食物 就是这个选支鸡爪 虽然买5元人仔一只鳳爪 感觉上真的好像有点贵 不过真的煮得很好吃 因为她的蜂爪真的炆得超纯 真的做到入口即溶 你把入口里面轻轻一搓 就可以很轻易地把蜂爪搓得很干净 所以我两次也有这只船子鸡爪 同样炆得很软 亦都是贵满龙的招牌菜之一 是这个草扎肉 上菜的时候它是一整块肉这样上 然后stuff 会跟你说 先给我们拍照 拍完照之后再叫他们过来 帮我们拆开小块 虽然草扎肉是整块肉这样拿去煮 但它仍然是煮得非常脆 而且是非常入味 唯一缺点我想就是比较肥 销牌菜里面我们还叫了这只 叫花童子鸡 这道菜每天是限量供应 第一天来吃我们就叫不到 所以第二天我们看到还有得叫 就趕快叫了一只来试一下它的味道 这只叫花童子鸡上菜之前又有东西玩 这只鸡本身是装在一个盒里面 上菜之前stuff 会 放入碗里面连一只锤子拿给你 然后它就会叫你做一个简单的祝福仪式 用锤子在盒上烤散一下 烤完之后拿走帮你开盒 才再重新上菜 这只鸡其实是用荷叶包住 鸡里面仲失了冬菇和大葱等等材料 所以吃下去会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而且整只鸡是焗得很软 不过调味方面就略为淡厚了一点 所以好不好吃就见仁见智了 接下来就要介绍两道上菜很浮夸的菜式 第一道是蓝鱼花甲 本身花甲的数量不是很多 用一个小盒子来装着 不过那个盒子另外再放入一个大盒里面 盒里面加了一些水 然后再放派干冰在里面转下转下 所以上菜的时候是烟雾弥漫 有一种自身仙境的感觉 花甲本身都挺鲜甜的 不过我就觉得雷维加得太多酒下去 酒味都挺重的 所以吃下去就有少少腐劫味 第二道同样都是很浮夸的 是这道古月文火牛肉 同样本身的小盒子不是很大 所以同样外面是有盒水 又有光冰在转下转下 牛肉是炆到超级入味 但是就不太浓 不过又不会硬到咬不开 所以口感都挺特别 另外它还加入了几个很甜的龙眼 但我自己就觉得和酱汁的味道不太夹 接下来介绍的这道红糖麻痴 虽然就没有刚才那两道菜那么浮夸 不过它的摆盘都挺漂亮 整碟总共有6个麻痴 其中3个是用竹签穿着它 然后再放入一个花瓶里面 所以摆盘都挺精致 说回个麻痴 口感是外面有点脆 里面是超级烟硬 不过上菜之后最好尽快吃光 因为摆下了它会变硬 就会变得不太好吃 之后就要介绍这碟公主素蟹粉 叫素蟹粉顾名思义里面就真的没有蟹粉 其实主要是用了红萝卜和薯仔粒来煮 再放入一个用炸均匀做成的盒子里面 吃之前要加少少黑醋下去 味道的确是几次蟹粉 不过大家看见啤啤这么狼狼的食相都知道 其实这碟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 另外我们就觉得味道虽然挺似蟹粉 但就不是特别好吃的一只 贪得意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 比较有趣的还有这碟寿司糯米鸭 看它的外表真的像一块寿司 上面是一块烧到很酥脆的鸭 下面的糯米也有特别煎脆 所以吃下去真的爽爽 但是又不会觉得好热气那一只 所以都真的挺好吃的 我和啤啤都觉得好吃的 还有这个甜桶牛油果沙拉 虽然是一道西餐来的 不过它的黑色甜桶真的好酥脆 加上好够甜的当做生果 所以吃下去真的好清新 唯一缺点就是它的自家制爆猪 因为真的完全不爆 咬下去死实实的 像珍珠多过像爆猪 好吃的食物当然不止少 还有这个酒酿饅头 可以选择甜食又或者咸食 甜食是配桂花糖浆 咸食是配小炒肉 这个酒酿饅头咬下去是非常松软 口感像雪方蛋糕多过像饅头 不过酵母味就略为重了少少 所以吃下去就会有点酸味 在这里提提大家如果配了小炒肉的话 它是不会另外再给你桂花糖浆 如果想要的话就要问staff拿 而小炒肉的味道就正正尝尝 啤啤就觉得它的肥猪肉切得略为厚身了少少 所以吃下去就会比外面的小炒肉肥腻一点 这个榴莲烤酥虽然不是招牌菜 不过我们发现到多少人叫 所以就顺便试买 咬下去口感的确是不错 真的做到外酥内面 但我就觉得榴莲味不够重 喜欢吃榴莲的可能就觉得不够满足 接着来就讲讲野饮 大家来到的话一定要试试这个龙杯 人多的话甚至可以叫龙碗 其实是一只只有三度的米酒 甜甜的而且很香米味 而龙杯和龙碗的分别是 龙杯是一杯杯这样给你 而龙碗是用一个大碗来装住 再给一支木根尼筆 就更加有那种古葡的味道 另外我们还点了这杯鲜霞山鲜草汁 喝下其实和普通的小麦草汁没有太大分别 而且完全不甜 胜在比较健康些 另外由于这家店刚刚开业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乱了大龙 例如我们第一天来吃 它是什么都没有送到 反而第二天来吃就送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这碟鸡丝半面 其实是一道懒面来的 吃之前要先拌均匀 面的口感比较硬 而酱汁是很重花椒味 喜欢花椒那股麻香味的朋友 应该会亦喜欢这碟鸡丝半面 第二样是这个啡色的感浪 里面其实装着四个不同设计的杯墊 不过说到这间餐厅最混乱的地方 就是第一天我们三点半来拿丑的时候 问过门口的staff可否进去拍几段片 他就说非常欢迎我们来拍 还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们来配合 但当我们拍了好几段之后 就有另外一个staff突然间冲过来 问我们是不是受邀请的媒体 他就说只有受邀请的媒体才可以拍照 那我们就唯有不拍 但谁知道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被我们发现其实里面个个食客 都有拿着手机或相机周围拍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员工阻止他们 到了第二天情况依然是这样 所以究竟是给影还是不给影 就真的不太清楚了 除了这麽混乱的因素 我就觉得桂满龙憑着古色古香的装修 和超级精美的摆盘 加上中上水准的食物 绝对适合推荐给大家 而且重点是他完全不贵 正常地喊的话 人均消费都只不过是一百元人仔左右 更便宜过你去吃餐海底路 难怪他在上海开了这么多间分店 都仍要排三个小时 所以在此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想来吃的话 记得下午三点半就来拿丑了 不是的话你绝对会排队排到绝望 最后补充多一样东西 虽然他门口的牌 说每晚彈奏的琵琶恶曲 是每晚都不同的 但是我两晚去到 都是彈同样的三首 虽然如此 其中一首我和朋友都觉得非常好听 这首叫做《琵琶雨》 是一首现代的琵琶乐曲 如果大家在《桂满龙》听完之后 想重温这首乐曲的话 就可以在YouTube上搜寻这个曲名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